大家好,我是大家狗伴 大家好,今天要拍的故事是 谁拿的最做精彩 唱歌,有一个故事 西锁山的座 西锁山的座 西锁山的座,那是我整个故事 我在里面写一个故事 然后看里面 而且有一个人 他很穷 他说,为什么我那么穷 我不是努力工作吗 然后有一天 我说,跑去 我的房间 看这一颗鸡蛋 他会想一天一天来 然后他想要给 儿子打开所有鸡蛋 然后一次 聊进来一个鸡蛋 西锁山的座 跟普通的医生想到 和我聊住 你知道吗 你拿个儿子房间 然后 然后 他想要给儿子 偷偷往去 儿子房间 看这一颗鸡蛋 他会想一遍 这样 然后他想要给儿子 助手打开所有鸡蛋 然后 然后 王条先生说 王条先生说 谁让他丢东西 提起我专说 那是我的 然后 王条先生说 我问它是一个 红鸡蛋 就是红鸡蛋 然后 然后 然後不做了就哈哈哈哈笑了一聲 然後不做了一做 都沒有經過不開心 謝謝大家 五十九